好 要不我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吧 大家是不是需要回到三个学习那个模式 就是说一个星期就有两节课 专门是给大家做主要互相交流讨论的 对 因为我们目前一个星四节课嘛 我的任务到第六周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在我的安排里面的话 如果大家确实需要一个星期没有两节课 专门大家一起坐在这里 一起写代码互相交流讨论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 这样的话课的内容稍微压缩一下 主要是方便大家至少有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时间 可以去写代码互相交流和答应 因为有些大家如果在某些方面折腾一些环境 或者那个的话可能互相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可以比较快地搞定 因为自己一根稿可能有些时候会 如果你不是那么熟悉 可能这个方面折腾的时间会比较多 大家准备一个说法 其他表达太美了 这样我知道你们想怎么干 行吧 那就从这个星期看 星期开始就这么调整了 就是我们就每个星期三都会给大家安排 是那个专门做那个编程练习的作用 这个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比较自由啊 就是说我目前给大家安排的作用 其实根据大家情况来去选择了 有比较简单的相对比较简 有比较适中的也有比较有一定挑战的 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 你可以在里面选择比较合适 你情况那些一些练习 基本上每一个练习我相对来说都是经过一些挑选 因为他比较有代表性能够体现 就是我们当前学习这个数据结构的一些一些那个特点 尽可能我不会找一些存在只是为了挖空心思 让你投存这么些东西 他一般来说都有某种应用场景 确保就是我们不是在搞一些就是回着这种写法这种搞法 起码那我们就从这个星期三开始 那么三到五的时候 大家就把家伙拿过来这边写写代码 然后有问题我们可以当他一起学习教育讨论 然后有他有需要的话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前面的作业给大家讲一讲 好的 那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话题 好了 其实有了这个 Ballon Hap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之后的话 接下来他就有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有一种新的排序算法 叫HapSort 说这个HapSort的事情的话 我们先谈另外一个东西叫Immute Point 我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直观一下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收一下 就是Google有个叫呃 瓜娃的这么一个 内裤 它里面是各种那个集合 是在杰利克拉之前就有了 瓜娃是应该是美国这边美国人比较喜欢喝那种饮料 然后它里面有各种很多种不同的那个数据集合 数据集 它里面有一大把的都是以Immute北开头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些Immute北开头的这些集合的话都有共同的特点 你都不能对它做任何的改动的操作 往里面加往里面删都不行 你如果你直接往里面干的话直接会报错 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它里面通常都已经直接 做了一些那个报错的这么一些处理了 啊 如果你要去write的话 它在空上 我们看看它里面代码 它里面有一个抽象的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坎坎 如果你要对它做remove或者印刷参加的话 它直接抛一场 就是unsupport operation accept 啊这是为什么呢 呃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加瓦它的 你传一个参数给它的话 如果它不是一个primit 不是一个基本类型的话 在传递的过程中 其实你可以对它做任意处理 我们来举个例子 呃 比如说以这个吹漏的为例 啊 啊 这里我还是写的代码 可能大家有比较实感笑 啊 我这里随便写的代码 啊 我们来写一个 就是说一个 可变的这么一个东西 啊 比如说你有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呢 你这个方法 出来完了之后的话 你可能还你想对这个 历史的在座后面 出来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里 我就是写伟大码模拟 好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这两个方法 掉完了之后的话 你心中对这个历史的期待是个什么样子 你期待它变化还是不变 不好说啊 不好说 就是说你可能一般人要亲自视察一下 看看这个玩意是不是在这个 一连串的调营过程中 是不是里面发生了某些变化 可能那个加了东西 伤了东西 或者改了东西 是吧 一般来说你如果中间里的某一个东西从这个起点出发 经过了六发的折腾之后 你跑到最后 通常那时候你可能要心里面稍微低反点 因为一般来说很有可能在里面加的东西 改的东西 上的东西 一般来说这个样子是吧 那么这个样子造成的后果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就是不说这个不可以啊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啊 他造成的后果是你任何时候你给别人 你把一个参数 给别人某一个方法去掉 你都要提醒 不是说提醒掉的 你都要事后再复查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是吧 那么如果你所有地方都得发生要复查的话变化的话 这个其实你的程序里面要 无论是程序本身还是人本身的话 你都需要划下精力 它就特别处理这个参数经过一些处理之后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呃这个其实对人的性负担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他有一种基础说 他确保一个参数的你无论中国什么 最你到了最后他一定是不变的 我们首先声明点 不是所有地方你都需要这么干 但是某一些地方你这么干的 可以让调用的人很轻松 因为他调用完之后他不用不用想 反正我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变的 我后面继续干我的事情 就是我这个东西给你用 但是你用的过程 你不会把偷梁换住了 所以我给你用 你用完之后我拿回来 我还是原谅那个我 我这个心理非常踏实 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约定 所以的话 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就是说 在Google瓜里面 他有一大把的immutable connection 他就是想告诉参方 这玩意是不能改的 我给你用就是给你用 你就不要动心事去改他了 一改的话就会报错 这个样子的话 双方都有这个约定之后的话 有些人就好办 这个时候 无论你中间做过 经过了多么复杂的 978万的调用 反正我一概不理 因为我知道这玩意一定不会变 那么如果他有这种约定的话 对于就是写代码的双方的话 他在某些尝试下 其实还是挺有帮助的 因为他可以省略到中间的大把大把的检查 调试 跟踪的这个过程 反正我知道那个开始就是开始 结局就是他一定不变 当然代价也是比较大 那么通常的搞法 一般的代价就是说 你那个list的话 通常要拷贝 我们来给大家看几个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 啊 二八七他有个叫 这个里面没有 有个叫 啊 我给大家找另外一个例子 这其实是一个题外话 不过这个题外话 大家了解一下可以了 他实际上是取决于 你跟别人的协作关系 实际上 如果是你自己 一个人写的代码 从来到外写到底的话 其实 那个别人要从来到外发生什么变化 你心里都一清二楚 所以其实你不用 不用这么折腾 因为你都非常了解 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了 当然几个月之后你可能会忘记 他一般来说当时你是比较清楚 但是如果你带来给别人 这个就很麻烦了 因为 为什么呢 他通常这个时候 双方都有一些 不对称的这么个期望 比如说就跟你讲 你反而别别人的一个结果 有可能是一个那 有可能是空的 但别人不这么想 因为他习惯于都给别人一个飞空的东西 避免别人做那个浪的检查 但是某天你跟他 你把你方法写完之后 你给他 你发 那老兄他发现某天忽然发现 他的代码报错了 因为你传给那个浪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点身体不适了 他就跑过来问你 兄弟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返回给我一个飞空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真是案例 因为当时我确实 因为我当时写代码一般习惯于 如果他没有必要返回一个东西的话 就返回那 因为我习惯于被任何东西 都会先保持一个省省的态度 先把他做检查 但那个老兄他的编程习惯时 为了方便自己 方便他 他任何时候都会返回一个飞空的东西 无论是不是造成了一定的烂费 反正他觉得这个无所谓 这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 差不多我们发生了协作 他带了我的方法 就是他可能没有仔细看我里面代码实现 他 某天后面就报错 产生罢了 这个时候他就比较不爽 就过来找我麻烦 但是后来 在他的央帖之下 我还是把那个方法改了 改成了一个就是返回一个 飞空的这么一个默奈 这么一个结果 方便他的那个编程习惯 但实际上就说你过程 你可以发现 大家很多时候 因为他的习惯和期待不易 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错位 但是后来 项目组里面 后来大家就统一约定了 就是说 不管什么 浪费不浪费 就直接都返回一个飞了 这样的话 大家都省心 都 都那个省掉了 互相扯皮的麻烦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了 再看几个例子 别说我们以这个 有一个叫connection 有天使他在200起来 我们找一个例子 有这么一个方法 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是有两个集合 然后他的方法的结果是要把 把这个集合了 把那个目标集合全部给 干掉 然后返回一个结果 那么很有可能的话 你会直接把这个connection把全干掉 然后返回一个原始的connection 这样的话 他发生了变化 但是他的实际里面 他任何时候 然后 他这个地方呢 他的实际里面早些时候不这样 他现在的实际里面 他任何时候都一定不会 把这两个东西发生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前面都可以加上了file 不能给他重新复制 并且在他的代码里面 他也不会把clashing进行一些处理 我们来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代码 如果你想简单的处理的话 你其实直接把clashing remove all 就可以了 他有这个方法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有实际是直接有这个remove all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两个结合直接做操作 这样的话 他里面包含在另外一个计划就全部干掉了 当然了他自己发生了变化 但是你会发现了 他这里的这个方法处理就是他不给别人惊喜 你这样他发现了 你的两个结合一定是保持原样不变的 他返回是个新的一个差级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他也可以减少 在不同的产生下大家的心理疾患者 因为有些人呢 他返回的是一个新的结果 你的参数没发生变化 有些人也直接在参数里面做了手脚 如果这两种不同的搞法在同一个项目里面进行交叉的话 这个到了后面大家会疯掉了 因为大家都要花时间从来到一边面的检查 这个参数在哪一步发生的变化 如果你的项目的那个规模有点大 调整体比较深的话 说真实话 这个排斥过得非常累了 因为有些时候 因为我确实遇到过这种bug 那个bug其实非常幽灵 因为他出现的概率不太高 只有特别遇到某种场景才会出现 但是他恰好就是说 那个结合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种一道发生之后 其实调起了bug非常痛苦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了几天都找不到原因出现在哪里 因为当时我恰好遇到这么一个bug 那个bug是说 他当时有一个缓存 那个缓存是以一个hash set去进行处理的 那么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 他恰好触发一个操作 就那个缓存某个东西就被干掉了 但是这种操作出现的概率其实很低 所以一般来说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个bug到底出现在哪里 但是后来用户又一直投诉 所以我后来没办法就一直蹲在用户的 那个远程跟他链接上面去观众他的媒部操作 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 那个缓存本身的话在某些情况下 他这个参数被残去 他里面的东西被改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其实能够体会到一个不变的参数 他有些时候能带来实际的好处 因为你内存耗点就耗点无所谓嘛 反正现在内存不值钱 都大白菜了 但是一个人在里面耗了两三天才能搞定 那个就是不是 那个就无论是干脆成员工资来算 还是干脆那个项目的公司来算 那个都是比较高的成本 所以在这个原因之下的话 在这里面他其实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 当然这是课程里面提到了 我自己顺便给大家展开一下 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参数 如果你能够让他不变的话 你最好就让他不变 因为这个可以省掉你和别人的很多麻烦 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 比如说那个项目就是你从头一个人写到 从头到尾写到底 你当然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因为你自己都一模两了 但如果你这个项目要交给别人 或者跟别人协助 那个口面要稍微小心点 好这个题外的话就先展开到这里 我们进来看看 一家黑不说的这么一个东西 黑不说的 呃是一种新的排序算法 他的搞法是什么搞法 首先的话 先二话不说 把这玩意都转成一个max黑不 然后转完之后就一个个 把那个最大的东西捞出来 排序结束 就两步 好吗 看看怎么拍啊 思路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最大堆 他那个时候都保证你拿的是那个最大的 是吧 那么进入任何都拿最大的 那么一个个拿 那么放到最后面 那这就是有序了 是吧 我们先把那个思路先捋一两 好 我们进入说说了那个叫最大堆 所以最大的特点是 任何时候你从里面拿一个 哪个东西 他一定是最大的 是吧 那么你有 你每次拿那个最大的时候 你就不方法直接放到最后面 别说 再拿第二个大的话放到后面 那么这么拿一遍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已经是有序了 所以他就这么两步操作 先搞一个最大堆 然后再把最大的拿出来 就结束了 代码怎么写了 我看一下代码实现 代码其实说他这个代码就非常简短了 我们看一下老老代码 就这么就结束了 就怎么样 先先乘一乘 其实就是搞那个最大堆 这不在搞那个白6 不好意思 这部的代码其实就在构建这个白6 黑普 啊 跟前面那个麦克斯 HQ的话 我们大家看一看 我们看那个麦克斯 HQ的话代码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同理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麦克斯 Priority Q的话 太大码就这个样子 那么这一步呢 他先把所有的值给塞进去 是吧 第一步的话就是拷贝那份 当然他这里唯一有地方就是说他是从一开始 他不是从零开始 啊 这个其实我主要是为了后面写代码省省点事项 然后弄完之后呢 开始把它做一个贝的黑品这么一个处理 就是开始乘一乘 你这部操作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保证那个拍的都是别那个 差点大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呢 你自己把那个代码排吧 你自己去跟着每一步就可以 因为他这边在做成的操作 如果只要你是从那个中间开始 它是小的东西的话 他就一直会乘到那个后面去 然后呢 他这里从中间开始往往左边跑 大家看看这里面代码 N处于20是中间的 然后这个K是减减的 然后他在往下往乘 所以我们假设想想中间如果有个比较小的东西的话 他往乘的话他就会乘到后面去 那么这个网友比较大的话他就跑了去 然后再往前面走 如果前面东西也比较小 他也会乘到后面去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你往前面乘的话 最后一定会保证 就乘到最前面的他就最大的那个东西 所以呢 它的构建一个白的黑白代码 其实说实际上就这么两行 那么排序的话 这本这枚很大吧 先把那个堆给搞好了 搞完之后呢 再拿最大的一个了 那么 这个那么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那个这个里面的拿那个最大的 大家我们看一下那个最大拿最大的代码 因为任何时候最大的那个东西呢 一定放在第一个元素里面 好 直接拿掉 这个时候把最大的和最后一个元素做交换 同时把它跟N减一下 因为最大要被干掉了 是吧 弄完之后 再把第一个问题往下沉一沉 如果需要的话 那么结束战斗 后面的话有一些 这么一个处理 刚才我有一个空格简单的讨论一下 这里面大家就就将就一下吧 实际上说真实话 我 我很少 在我小代码那个时候看到有人这么干 不过姥姥就这么干 那就 你接受也没关系 这个无伤大雅 后面有一个扩用 这个也没可以不管 这个是他为了复制代码 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max 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说 那就把最大拿出来放在最后面 然后呢 再去sync就可以了 但是呢 在这个hp桌子里面有一个唯一不同的地方啊 他每次去dunk的时候啊 这个n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他层的那个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排序的这么一个动图显示 这样的话大家看得更加值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堆排序啊 还问我说请大家务必紧急 这是一个数字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堆排序 大家请自己看他每一次搞的时候他把这个最大已经把消失掉了是吧 仔细看啊 他每次拿最大这个最大银在里面消失掉了 注意到吗 是吧 他这个消失掉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 并且一个是放在后面 另外的话你你之后下沉的范围也缩小了 比如说呢 我们来看啊 呃 假如说呢 比如说你把7已经放在最后面了 你之后就说sync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你就sync就可以了 是吧 那比如说把6发好了 那你你只需要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呢 你后面他sync那个区间其实越来越缩小 那么他这个动图里面干的 为了让你方便直观的了解 他就把这个最大玩意直接干掉了 就不显示出来了 就意味着后面他去沉的时候 其实沉的范围就表示我们再来一次啊 好这个是他在创建的过程 好这个什么呢 仔细看一下排序啊 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他把最大拿出来之后 那么他之后要去sync的那个区间就变小了 因为那个最大的就已经不参与了 他已经确保是最大的放在后面 就在那养脑去了 就是不用大家不用操心他了 反正他说我一定是最大的 大家不用管我 你们搞定你自己的事情就行 好 找到最大的 然后这个时候交换开始下沉 90已经不在了 这个时候继续交换下沉 好这个时候26隐区了 继续交换 好25这个时候要跑路了 好继续 这个时候19 19要消失了 这个时候呢 那么他sync的方向其实也不能缩小 好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排序那个机制就主要就是利用了最大堆的这么一个方法 就先把最大堆搞好 然后再把那个最大只一个个捞出来 这个跟我们前面提到那个选择排序 好像 之路上有那么一点点像 用选择排序 他是每次把那个最小的放在最前面是吧 当然 这里的 这个像 但是他的内部时间机制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 对 只不过就是他主要是依据那个对象 就是你去寻找那个 最大或者最小的那个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他这个里面要找最大的要把最大的搞出来的话 你找到最大的只需要一下 但是那个层的话可能需要洛根 是吧 所以他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你 我们可以说推算出来 这一步的话 他的那个 时空复杂的话 应该是N洛根 用他搞N次 每一次的话 他其实后面在不断的减小 用后面那个层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小是吧 所以他就你可以 你可以意味到 你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定位到他这一步应该是N洛根 那么他这一步呢 其实也在做那个下层的操作 那么每一步下层的话 他还是一个洛根 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大约能够推算出来他整个时间复杂的就是N洛根 是吧 其实大家看看这代码说是非常简单 比我们之前投的像QuickSort那东西简洁多了 并且搞起来似乎也非常的快捷 并且时空复杂的相当不错 还in place 不想MatchSort 还要搞一个内存搞出来 并且他又是无论怎么样 那个最差最好都是N洛根 不像QuickSort有可能会退化到 后面方式 因为那个一般不大可能 所以这玩意其实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排序一个算法 就是他能够 一个方面他的内存战略很好 in place 我们发现他交换都是在in place发生的 另外一个他时间复杂度也很不错 N洛根 无论好坏反正都是N洛根 所以这个算法 如果说了这么好 到底可能一个想法 为什么这玩意就实际上使用不多了 就是因为你听着有这么的好处 但是为什么实际上 比如说加奥里面的话 你看到那个Erase.Sort 或者Connection 基本上没有看到Hepisode的中影 是吧 中方的老罗有话说 老罗的话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老罗是怎么说的 他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关于他的一些那个分析 我们这里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其他代码真的是真的是挺少的 说真心话 他那个排序只要你把他那个最大堆的原理搞清楚了 其实就是往里面一个拿 拿完了就结束了 这个地方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我还得重新说一下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 这玩意确实要自成路啊 先不说拉起回收不拉起回收 因为他这个是要把它干掉 因为你交换之后那玩意还在 那大家想一下 就是你他最开始这不是做交换 交换就是两个东西都还在 是吧 但是他是delete max 那就达不到delete的效果了 所以那还是得把这玩意的干成 把射程录 那么这个时候 N的奇迹你少了一个了 我知道他这个是关键的是什么了 因为他需要把那个那个那个元素 他的他的语义是把干掉把删掉 但是你那个东西 虽然说你后面你把N变化的反不到 但是那个东西还在 可能会搞出后面的问题了 所以他这个他还是会强行把自成录 这的话就是他就跟那个delete的那个语义是一致了 我还是还有个单词 对他把这个是我先 不好意思啊 这个地方我确保还是我确保一下 我看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 油蛋 好吧 啊这个地方我我先只是 这个地方我先暂时后续一下吧 我先不去折腾那个 我怕搞出更多的一对错了 这个地方我先不得谈了 他这里有一些白黑白的demo 但是实际上说这些话不与那个微究 啊 阿根的碗子那么直观 所以这里我就不得谈了 这是他里面有一些比较 那么白的黑普的话 其实他的麦克斯当然就是接跑 他的那个因子里面都是那个诺格恩 那么这是他的前面一些那个排序 因为这个我补充一下 其实在二个市面还有好几个 还有几个不同的那个黑法 大家如果去搜寻的话 比如说斐布拉奇黑法 他这里很多个那个PQ 大家如果去搜一下 他这里一打一打的 大家一看代码的话 他这里只要后面是以PQ解释 的话还有很多 还什么index 斐布拉奇PQ等等这么一些 当然这个代码不是老罗写的 因为他自己觉得没必要写 就是直接把别人代码搞怪 原因是因为他后面提到我正玩意 看上去很美 听上去很好 但实际上没什么使用价值 所以他就没写代码 把别人代码直接搞怪 我们看是后面那个 带了说他他的介绍啊 其实关于那个白了说的我前面跟 已经跟大家说了 他的思路说真实话就是这么两步 只要你把这两步搞完了就结束了 所以他的那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快 他核心代码就是前面那个sync 还有后面 这里有老罗的关于那个就是 hypso的他的一些那个数学层面的一些分析 大家想仔细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他这里的就是说他是inplace 说听二个诊 并且无论是最差的情况的话 他还是能够保证到一个n 多个n的这么一个一个程度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得 当然他这里的说为什么许论不多了 他这里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他那个in the loop 那个能quick source 还有make poor use of catch memory 还有not stable 他其实也那个排序也不是stable 因为他会涉及到很长均匀的这么一个交换 呃 这个地方说实际话我没有想的太深啊 因为有有些地方每一个细节方面 我可能展示不是那么多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下去再去细查一下 不过长话短说就是说实际上 hypso的他虽然有一些看起来很多的好处 但是实际上 他真的用在排序的场景不多 他主要的使用其实不是一般都不是在排序的场景 他主要的使用场景 就是说我们最开始提那些问题 还有后面某些特别怪的问题 他那个地方使用他倒是非常方便啊 呃这地方其实如果说把heapso的也加入到这个排序的这么一个家族里面的话 你其实可以看到了 他其实说真心话这个还是挺好的 除了不这几天都占到了 所以他其实在排序里面还是有一席之地 好的 那么时间不到我还是把最开始的话题给大家再展开一下那个话题要更难一些 大家如果能理解到要是多少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那个tankwall里面的那个event gown simulation 我们先回过头来 我们再直接回过他看看老罗他是怎么处理这问题了 我这里先把全全干掉 呃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有一个队列 有这么一个priority queue 他的排序是按照 时间发生的时间排列的 这是第一个啊 关键点 我们决定是啊 比如说这有一个坦克 这里有一个坦克 这里有一个坦克 下面有一栋墙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可以做个计算和预测 假如啊 我还是这个可能画的不太好 我先把插掉一下 我这里把问题搞减换了 假如说这有点坦克 我们经过计算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这点坦克 他在下一个比如说50毫米之后 他就会与这个进行相转是吧 如果他下面还有点坦克 那么我们知道他经过100毫米之后 他会与这点 如果这点坦克他在100毫米的时候 他就要跑到外面去了 那么他也会有可能会与他相转 那么经过200毫米之后 这点坦克有可能会赚到墙 是吧 我们先推理 先推算一下 这点坦克 假如说这个时间点 那么他下面有两两坦克一堵墙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首先可以预测出来 我们把每一个都沽离开了 他有可能经过50毫米之后会赚上这点坦克 也有可能在经过100毫米之后赚到这点坦克 因为我们知道东西可能有变数 有可能你在开的过程中 这点坦克跑掉了 是吧 那么也有可能这点坦克 他在跑的下面这辆他都跑 跑路了 他赚到墙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有三个可能的event 那么这三个event 他按照他发生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序的话 那么这个应该是低位的 这个是第二位 这是第三位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event 放到一个priority queue里面去 放到priority queue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 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去处理这个系统里面发生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优先处理 那个有可能最早发生的 但是他未必一定会发生 那么假如说我们把这个event 当前这个时间的event 放到一个q里面去了 放完之后 这个时候马上开始去模拟 它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那么你怎么去模拟 它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要去实在做一些检测和处理 比如说这个时候你要去看看 当你去进行到这个event的时候 这个event所依附的两个对象 他们真的是不是满足你这个对应的条件 这么说一点抽象 我还是结合代码看 这个结合代码看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来一步看 他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有点 所以大家我们先一步仔细看清楚 首先他这里有一个叫 connition system 然后他这里有一个代码叫seminate 他的seminate seminate 什么 这seminate 这个系统 那个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每一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一步看的代码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不太直观 但是我前面跟大家解释的内容 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首先第一步他要有一个predict 这个predict其实在做计算 他在计算 那么这个有这个系统的每一个物体 他有没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看这个predict干了什么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首先在检测 那么别说这里是坦克和坦克之间 这第一步的话还是n番 这个这个没法那个省掉 在后面的话就就快了 第一步这个还是要这么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步 我们先把代码先 只是了解到大意 我们先不进到具体细节里面 这一步在计算 如果一样是跟这个坦克相转 要花多长时间 那么他当前这是当前的时间点和跑过去 和那个坦克之间相转 两个都开过去的时间 先加一下 如果他小于那个limit的话 就又这个事件有可能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时候他反过的结果是无穷大 比如说你那个坦克 那个墙是垂直的 他这边是水平方向开 那再怎么开也不会开转出去 是吧 他反过的时间就是个无穷大 好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里面 他有时候会反过一个infinite 就是无穷大 比如说如果是自己跟自己 那就当然就不会有可能性的 就infinite 所以他这里都是在做一个简单的运算 就是把那个路程属于速度 然后返回一个时间 如果某些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不容易的话 就返回infinite 好这里我常话长说 好的 那么如果某一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话 把它加到这个priority q里面去 这有点冲向 他是把时间加到这个q里面去啊 这个事情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有这两个物体 有两个例子 或者有换到我们的游戏的话 是两个坦克 这里面有两个东西 就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是第一步啊 那么首先他预测了物体之间 接下来的话再去看看 这玩意呢 他跟那个墙是不是有可能发生 崩了 所以他也在计算墙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两个方向 就是垂直方向 那么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都会去检查 如果他小一点就把这个也放进去 这第一步其实在模拟 其实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演示的 他发现这两坦克经过计算的话 有可能在50毫秒跟这两坦克相转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event 这个event的对象是这两两坦克 也有可能100毫秒之后了 这两个东西相转 那么这个event的坦克是这两和质量 也有可能经过了100毫秒之后了 这两坦克跟这两坦克相转 那么在这个代码里面他有一个隐含的技巧 就是说 他这个event里面呢 他如果是跟墙相转的话 他把这个对象有一个自身的一个烂 这样的话他后面去处理这个event的时候 他知道是转墙 还是物体相转 好了我们先你先把第一步啊 这里面就关键的一步是 他往一个对一个最小堆的队里面去 找一些放了一堆事件进去了 这事件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 但是他是经过预测出来的 好我们再看看预测完之后干什么事情 好预测完了之后 其实就要开始模拟了 看看那个事件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是吧 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已经搞了个世界了 是吧 搞了世界之后呢 他首先第一步呢 他会创建一个初始化的这么一个世界 因为他你看一个time是0啊 所以他一定会首先执行 我们看一下个泰马 他有三个time a和b 那么这个time就是他的那个时间点 那么他还会计算每个物体 他那个蹦撞了多少次 为什么会这玩意呢 他是用来后面去检查的 我举个例子啊 如果这个坦克跟这个坦克已经发生蹦撞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坦克跟这个坦克的蹦撞 在下个还会发生吗 这个很难说 但是基本上不大会发生了 因为这个坦克他这个时候 他的碰撞次数已经发生变化了 他这个是已经把阳阻住了 是吧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每个世界他是有 他有依赖关系 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发生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 那么这个世界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是吧 所以他每次那个世界去模拟的时候 他都要去更新一下这个世界双方的一些状态 好吗 我们再往下面看啊 好 这个时候呢 他放到一个队列里面去了 就是一个PriorioQ最小队 好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把那个时间给一个个拿出来 其实按照时间排序了 就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序 首先把第一个时间拿出来 那么这个他会去检查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无效了 什么叫无效了 其实他这里检查的方法就比较紧了 去检查你那个Count 是不是在事先发生之前那个Count 如果已经发生变化了 那就说明他其实已经之前跟其他的物体也好 或者墙也好 已经发生过一些迸传 但是你体会一下这里 因为这里有两个关键点 他首先记录了在世界的原始点的时候 那个Count A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记录这个世界的时候 A和B 它之前可能发生过一个迸传 记过数 比如说他之前发生过五次迸传 他发生过六次迸传 那么如果你去模拟世界A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两个混合的速度变化了 那么又是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无效了 是吧 我们来仔细回顾一下 因为是他们那种数字变了 对 对 我们先仔细模拟一下 就是你在记录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也还记录了一个值 记录了当前这个坦克和这个坦克 他们各自发生过多少次迸传了 那么假如说你在过了五十毫秒 去真的执行这个事件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的迸传次数 跟你当时记录这个世界的迸传次数不同 那就说明这两个坦克 已经在这个世界之外发生了其他的事件了 是吧 这个仔细想清楚啊 因为他这个世界里面对那个物体都是引用的 虽然每个问题他那个看的都可以发生变化 那也就是说当你去执行这个事件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这里面的物体的迸传次数发生了变化 也有这个事件也无效了 他已经被别人占先了 你就是他没 那里刚才没有就碰下了这个坦克的时候 他已经被其他坦克里面发生变化 对 然后他在数字里面就发生变化 对 然后这时候他再去判断 是不是要去装下本坦克 是的 是 他这个时候他 他首先做一个事情就是说 如果这个事件已经无效了 那么就掠过去了 嗯 同时碰上 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话 同时碰撞的话 我想想 不过同时碰撞没有关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 你如果假如说你同时碰撞的话 就是说他的时间点是同样的 那么他们在这个队里面出现的顺速 先后就已经无所谓了 那么至于在游戏里面 他是被谁先碰到的话 这个可能 他最终游戏的反过就一定是他 肯定至少跟某一个问题发生了碰撞 因为他的最小队就是说 如果你两个都是同样的 那么他只是同样的话 就是你把前面一个取出 他在后面一个应该还在后面 他两个一定是在一起的 因为你最小队的 他是他那个时间 先后时间排的 如果两个时间是一致的话 他两个时间一定是挨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和前面一个物体发生了碰撞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按照他的碰撞的处理的话 别说如果是坦克大战 那么他位置就不会发生变化了 如果他位置不会发生变化 那么后面一个事件的话 那个物体 因为他的位置 他也不会发生变化 那么他其实最终还是满足了 他要达到个效果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是以坦克大战为例的话 大家要仔细回顾一下 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场景 比如说中间有两辆坦克 那么左边有两辆坦克 他们这个时候 都可能按照同时时间去跑过去 如果 如果说他们都按照同时时间跑过去 跑到这里来了 那么首先基点呢 他如果是因为他们的时间是同样的 所以他们在Q里面出现的顺序的话 无论是谁先谁后 其实都无关紧要 因为他都会把两个按照顺序先拿起来 假如说他首先拿了左边那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会更新他们的那个凤撞的次数 是吧 在我们坦克大战游戏里面的话 他处理流程时 这个时间点 如果他们已经发生了凤撞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再去处理 他们的那个位置的变化 他们就会保留在单纯的位置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下次的去 他下次的Q里面 他会把这个时间给拿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发生他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不会再去处理 那个共存时间本身 他那个SY会保持那个原样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他其实还是一定能达到 他原先那个效果本身 呃 这个地方大家如果 呃 去考察的话 呃 大家可以把那个代码里面 你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之前调 啊 跑的代码说 我说 你可以把那个值变小一点 别说你刚才里面只有两个 或者三个 那个跑一下比较方便了 所以他现在往那个碰传检测调 是很痛苦的事情 这个 呃 这本书的作者 他其实就特别花了一张讲解 你怎么去调试 那个 debug 那个碰传检测 因为这玩意其实很难调 因为 大家如果看一下 我上面打印了 打印那个记录的话 呃 他其实每个瞬间 每个瞬间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跑一下 哦 这里还少一点 他其实每个瞬间都会发很多的事件进去 其实你这个要调述真心不太好调 因为你当然如果大家可以去找他 我之前调试过调试过几次 就是说我把那个锻炼加在里 他那个Q其实一直在变化 并且每次那个如果东西比较多的话 其实对你的计算就不太直观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调试的话 我建议大家把那个量变小 别是变成三个或者两个 这个是他上这里的可控范围之类 可以去跟踪和理解的 好好的 我们先继续回到这两个 这个我只是把它一个大体的事实 给大家讲清楚 大家下去之后 如果感谢的话 把代码可以再通知的调一遍 呃 那么首先简单个事件是不是有效 如果无效的话就继续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发生了有效的事件 这个时候开始对那个事件本身 那么进行处理 他通常就因为是做一些木纹的操作 那么因为他是有一个速度 所以他就把这个时间给弄出来 因为他要计算一下 这个事件的发生的时间和单前时间差 然后的话乘以他的速度去把这个位置的计算给搞出来 如果是两个物理相转 那么就把高中物理的那个反反弹的话计算一下 搞出来 他这里有个帮手 这里面主要就是一坨一坨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计算 这个大家不用太纠结了 他这里其实就是说主要是把它的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速度可能做一些处理 如果是那个因为他是一个清洗的方式 所以他的速度主要是发生一个方向的变化 然后他前面之所以有个小技巧把某一个东西搞成路 主要是为了确定某些事件其实就是赚墙 他这里有一个刻意的处理小的技巧 就是说如果A不等于路B等于路的话 那么就是跟垂直方向的墙蹦转 如果A等于路B等于路的话 就是跟水平方向的墙发生蹦转 如果这两个都不是的话 那一定是那个两个物体之间蹦转 如果这两个都是路的话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重新绘制事件就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再去进行下轮的这么一个predict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物体的状态已经发生变化了 所以很有可能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应该这么说 其实这也可能可以回答空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来想象一下在这个产生之下 就是说 怎么说呢 他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生 就是说他这里A和B都已经模拟完了 模拟完了之后他这个是再去predict上 他这个predict的时候其实就是说 它是那个新的世界 按照他的predict的结果 其实他这个时候就直接上转了 因为他50毫米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predict 他其实往Q里面重新插了个东西进去了 首先 这就慢慢的回问 每一个事件处理完之后 他还会再重新基于这个事件本身的结果 做一个新的预测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产生世界很有可能会被冲掉的 他这个Q在一直发生距离的变化 我们仔细回问一下 这是初始的一个预测是吧 那么初始的预测之后的话 把里面的事件的从最小的开始进行模拟和处理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了之后 他势必会对其他的事情也会产生影响 是吧 也就因为是 那么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的话 他需要对这个事件发生两个 都需要做成再新的预测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两个新的预测产生的新的事件 他就比后面事件发生的时间更短 或者要优先处理了 这是很有可能性的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刚才我解释空物林开始解释错了 我再次看了代码说 我觉得这是 你们 重新带过一遍 这个地方 这个笔 这个笔没有画 这个 这个地方稍微的抽一下和大家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讲他空的问题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呃 这里有三个 这个坦克是往左边跑的 这个坦克是往右边跑 这个坦克是不动的 是吧 那么你经过计算的话 你知道在50毫秒之后 那么他就会发生两个世界 这个坦克跟他相转 这个坦克也跟他相转 是吧 好的 因为他们实验是相等的 所以他的先号顺序的话 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先出起来 那么我们假定这个 左边的和右边的先 和中间的先相转是吧 好的 这个时候 那么经过50毫秒之后 他已经发生了蹦撞 呃 既然发生了蹦撞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事情 他这个时候需要去更新他们的状态了 是吧 是吧 呃 这个时候他更新完状态 他们的那个次数都已经被更新了 并且与此同时 他要再去计算一下 他们下一次的那个predict的那个东西 是吧 那么如果 你这个时候去predict他们两个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他发生蹦撞 并且他的时间间隔是0毫秒 因为有50毫秒会间隔的话 是吧 好的 因为他把这个0毫秒的时间也参与到这个Q里面去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 下次他从那个最小堆里面去拿的时候 他拿的是这个时间 而不是原先那个50毫秒的时间 因为那个50毫秒的时间 他的时间是比较更长的 是吧 但是这一步 这一步是比较关键 就是说他这个时候 他又差了新的时间进去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把那个最小堆里面的那个纸巾更新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以他为例的话 他去预测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预测到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他0毫秒就会马上跟他发生蹦撞 那么有两个 现在有两个疑问者 以他为例的话 他0毫秒之后 会跟右边的发生蹦撞 原因是那个一文的还存在 就是50毫秒之后 他会跟他发生蹦撞 那么两相别交 这个0是在前面的 所以他又会 他会优先去模拟这个事情本身 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相转 那么这两个都保持不动 那么再去执行这个50毫秒的时候呢 因为他前面已经执行过了 所以他就不会再执行 这个里面的那个隐藏的那个细节表度 这个大家只要大概能够 你点他大意就可以了 因为他这里主要是 他这个核心关键点是 我先把这个思路这个 那是从来到我女一边啊 他首先是用那个抽象的事件对列 那么这个事件是让他发生的时间 先和瞬间排列的 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些事会发生 你可以先模拟和预测一下 那你怎么去模拟和预测 你可以公布那个路程除以速度 可以大概推算出来 是吧 至少有相对值 你可以知道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你可以把里面的所有的事件呢 都统一的 按照他时间发生的先和去模拟它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代码叫seminate 那么你去模拟事情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些事情 互相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很有可能你某个事件 再去模拟它的时候 他已经是不能再模拟了 因为他的某些物体可能已经发生了 蹦转发生了其他的变化 那个事件本身他已经无效了 那么每一次事件发生模拟之后的话 那么这两个物体 他都要去进行下轮的预测 这样的话他才会对整个系统进行更新 那么一旦发生预测之后的话 你下次的系统里面再去拿的话 他还是会拿到一个最小时间间隔的事件去模拟它 那么他这是个循环反复的过程 就是说他首先有一个初始的 那个predict的事件模拟 然后再往里面插入事件 这第一个事情的话一定会执行 因为它是一个锐座 就是开始把那个物体先给绘制出来 后面的话再开始对事件进行那个处理和模拟 这里的关键点是 它是一个最小堆 所以的话他每次去里面拿的时候 他一定可以拿到 那个最短会发生的 最快会发生的事情 这是他那个模拟的关键点 就是他一定会拿到那个 就是发生时间最短的这么一个事情 事件 对最短是你 就是他最短的话 你看他最开始的时候 是这么一个rejo 就是把整个物体绘制一下 它的第一步 它有两个事件 一个就是rejo 就是只是把那个物体绘制一下 这是这是第一个事件 他首先往里面插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的话 他最开始的第一步一定是先绘制 然后他接下来的话 就开始去处理里面的其他的各种 那个那个物体的蹦撞和强制的蹦撞时间 然后他每一步 事件模拟完之后 他都会去把这个物体的那个进行后面的处理 他非三步啊 代码里面首先第一步是预测 然后呢这步呢去对这个事件进行教育 教育完了之后的话 对这个事情本身进行处理 别说他要做移动或者方向有了变化和调整等等 然后呢这步处理完了之后呢 还需要去进行下来的预设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两个已经发生了有效性的物体的话 他们的下一步的行动可能会对其他事件发生影响 就是他们的时间的那个先后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的话以某一些原来的要去预定被执行的事件 有可能就会冲掉了 这个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重点比较难以理解的话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银行里面的有一个叫 呃银行的那个排队系统其实也是跟这个有有相关系 不过那个我一生很难把那个应用从头到尾给大家说清楚 所以我暂时只能以这个作为案例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呃他的大体的那个大体的一个流程是什么一个失误啊 这里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实际上真正有效减少的就是依旧无谓的检测 如果我们跟我们原先的最早的就是原始的坦克大战的百分之对比的话 因为坦克大战他任何时候没走一步他都跟所有物理多检测是吧 那么那个其实我们从现在来讲他确实是没必要的 因为你有些时间里你知道他跟某些东西八个人打不着 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蹦穿 你那种检测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这里的好处在于他只检测那些有可能会 他只处理那些有可能会发生的那些蹦穿 你看啊他这里呢是其实一直在检测 他首先这里有一步这一步的话应该是N方 因为他这个predict里面呢要做一个初始化的操作是吧 他把每个东西都去做一个处理 啊这不是N方 对这步这个初始化免不了了 但是后面就快了 后面的话因为他这个已经有一个时间级 后面的话他就不会每次都去跟把所有物理都去重新来过一遍了 但是呢这里还是有一个关键点啊 呃这个地方呢一旦发生了一个时间之后 这里还是一个N的过程 学生我们要仔细回顾一下 首先呢这一步初始化的时候 它是一个N方的过程 但是这个N方只有一次 他不会像我们那样原始坦克的每一次都是N方啊 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缺点是他每一次都是N方 是吧 我们每一次去都是把新闻里面所有的游戏物体都搞出来 看看跟当时那个坦克是不是放到重点 那个就原来受不了了 是吧 但是你看他这里啊 他这个地方首先 他他这个初始化是一个N方的过程 但是后面呢 他这里只会对那些有效发生的事件去进行处理 我们决定着 他前面对此 他首先第一步他限定了那个 限定了那个世界模拟的次数 因为他仅仅只有那些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进行处理 这一步的话其实就已经减少很多比较了 这是第一步 后面的话他每一次把一个有效的事件发生之后的话 他就是马上回去重新检测 那个后面的事件是不会继续的发生 所以那个那个Q里面那个东西是有很多 但是其实真正去被执行的事件 每一个时间点他未必是那个跟那个Q里面都等同的 因为他任何时候都先优先去执行那个最早发生的事件 这个地方说真实话还是有点有点废佳 啊 他这个游戏里面其实还是一直保持的 他这个里面是一直保持的 但是他有一个时间的模拟啊 他有一个 但他这个时间间隔式的够大了 他这个叫seminate 啊 他这个里面的模拟呢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里面的很多那个检测啊 他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啊 他都有一个叫那么小一点 是limit的这么一个一个限制条件 当然在我们这个演示里面的话 他其实一直在一直在这个系统是一直在发生着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里面的设计很大 或者说是那个有效值 那么 他其实在那个范围里面一直一直跑着 你说里面第一步就是先看里面的一个状态吧 对 他这个那个出出状态的话 他放在这个速度里面 放的主要是什么样的颜色 啊 你说这个Q里面是 对 就是第一个里面去预测 啊 他里面发的是一个发的是event 我们来看一下event是一个什么东西 啊 event呢有有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 就是这个event的什么时候会发生 还有的话 他有个引用对象 就是这个世界所依附的两个对象 这个a和b的话 你不知道他什么东西 他有可能是两个gameobject 有可能是那个一个是墙 所以他这里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 就是说如果a是录的话 那么意味着他是跟那个垂直放在墙上 如果b是录的话 意味着更随便发生 如果两个都是录的话 就是个简单的重讯绘绘织 就意味着在那个时间点 所有的游戏部里都没发生碰撞 然后他这个是 所以他的event 是以这么一个时间 阻止下 那个对面 那个对面里面发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发的是event 我想说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第一个因素 嗯 他这个时间了吗 你在最刚刚十年开始的时候 是这时间的零 啊 他最开始他其实已经算过了 他只是最开始 手工的插了一个绘制性进去 哦 因为你最开始他能 啊 我们看一下那个sevent 现在掉的地方 啊 他代表的首先低谱 我们来看一下 他低谱了 他这个构造方法 就只是把那个呃 这个数字copy了分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物体其实还没有绘制 是吧 所以首先的话 那么你去生命的时候呢 你首先先把系统上的那个东西都布局好 但是首先低谱的话 你得把所有物理都给绘制一下 其实在那个屏幕上显示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事件 是吧 嗯 也就是那个时间资源零的时候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第二个因素 也就是那个那个 他那个AB里面都有 然后还有 还有第三个 嗯 第三个变化是什么 就是他那个count 就是他那个部分次数 对 然后那个里面都有连数是这样的 嗯嗯 就是如果是在下一秒的时候 嗯嗯 然后如果是有 就是那个是有空中的两个元素 A和B 他们会去相应里面去改变这样一些 对 去改变里面Count A和B 嗯嗯 然后 那上下这个时间不就像 相当于是这里面所有的 就是 那个所有小球连的时间不都是里面的网上涨 嗯 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就是你下一个Event 时间不是里面是 对 那你怎么会说它这里面的一个话 它是 这个NB之前是要想的 嗯 嗯 就是你算 嗯 嗯 嗯 你说第一次是那个 那个是那个是N方吗 嗯 对 对对对对 那然后往下面来的话 嗯 那个比N方还小 是吗 呃 我这里说的关键就是说 呃 它下面我们原先的优化主要是说 它避免了无时无刻都在做N方的这么一个处理 因为原先的那个流程里面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每一个每一个时间点 每个东西它都跟所有的东西在做处理 并且里面很多处理是无效的 没有必要的 他现在这里的关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从来让我再捋一下 呃 这一步的话是做初始的最初始的预测 这是个N方的过程 然后他把里面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放在一个对面里面去了 就是最小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因为你首先要触发一个所谓的那个元素在这个界面上绘制出来 所以他触发了一个叫rejoevent 他特意把这个时间设成0 就是为了保证他第一时间被执行 这样的话 首先在这个界面上所有的物体它都会被显示出来 呃 我们调试一下 这样可能大家看到更加直观一些 啊 我这跑到这里了 啊 请注意看啊 这个时候屏幕上还没有任何东西啊 他这个当时他首先已经做了个预测 因为他里面所有的东西 他首先随机放了个字 好我们继续一步往下面爬 这个时候呢 我在屏幕上打印了 他这个时候的系统里面已经有16个英文字了 这16个英文字 第一个一定是那个rejoe的英文字 是吧 因为他0 后面英文字就是在某个时间里可能会发生的那个 碰撞 好我们一往下面爬 好 那么这不发生的一个event 他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东西 零和零和浪 是吗 就是那个rejoe的 好我们往下面爬 其实他里面因为这两晚都是路啊 所以这个地方他执行的那个流程跟前面是一样的 不行 我直接跑过去了 因为他两个都是路 所以他其实会自行一个rejoe 其实就是重新绘制了 好 这个时候完成的第一步 就是把那个游戏名 那个物体给绘制出来 所以首先他 首先因为他的程序流程里面 首先你确保要第一步 东西得要全部绘制出来是吧 所以他首先会有这么event 那么这里的event 因为他a和b都是路 所以这两个predact 其实不会对你产生新的东西进去 因为这个a你看一下 他这个a 不好意思 这个a是路 b的话也是那 所以他其实这两个方法的话 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他其实不会任何处理 他不会产生新的事件 好我们往下面走啊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下一个下面一个一文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点开看一下 这么呢 这里还是个2点年的时候也是个没没时间的东西 因为他首先这个子弹 这个桌球要推过去他越要点时间 所以这个什么呢 继续跑 我把这里我加个断点 我把它加个断点 就是a和b不是那 因为大家调说 你可以这里加一个断点 就是说他的肯定性是a 或者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触发这个条件之后 好我们继续跑一下 我把这个先做去的啊 好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都加了那个 好这里我们稍微花点时间 把一起看一下 我在这里我在那个调试界面呢 我把那个a和b给大家放出来 它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继续往下面跑一跑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 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它是16个时间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把a和b这个时候又加了六个时间进去了 看到了 就是这一步它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再往下面一步跑 但是这个时候呢 它还没有触发一个rejo的一文章 所以它这个时候还需要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看它有没有rejo 因为它每一步它首先只行4件 然后4件里面还要去做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把这个q 把那个观察一下看看这个是什么样子 我看看这里能不能去找一个 我先往这里走啊 因为它实际上是需要啊 执行到某一个rejo的这么一个一文章里面去 我现在我们现在这样的进一条 怎么一去不跑 你会注意到它这里干脆有一个 腕力的类目 它实际上应该要走到某一步 这个里面要去rejo的 因为这个时候 它这个里面其实是要在rejo之前 要把其他事情都得给处理掉了 我这个里面我加个段点 我把这边我先 因为我们要等到那个rejo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好看的去是吧 好看的去是吧